您不是在外面一直号称说 一直都是靠自己从来不靠别人的吗 怎么现在到我这儿来卖惨求情来了呢 怎么现在就看得上我这帮狐朋狗友了呢 怎么现在就想用我们这帮垃圾了呢 就算了 你确定 麦克负责和那个富二代朋友对接 嗯 但是我找他聊过的 他只是非常珍惜现在的这份工作 并没有要针对于我的意思 没有 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他怎么可能是为了工作 说白了 曹达这步棋走得好 就是要拿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给我添堵 我觉得你真的误会了麦克 他刚刚进入到中心啊 这是他的第一个项目 他没有理由掺达其他因素在里面 我知道曹达要出手以后呢 是去找过他的 看得出来 他对这件事情非常有热情 热在之前也是没有过的呀 如果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 当他的绊脚时 我担心对于他来讲 只是泼了一盆冷水啊 热情 你对他的假象 包括那小马 那两人站在一起是干事的人吗 就是拿着爹妈钱胡闹 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 这件事情我有分子 你也不要被他的假象做迷糊 从小到大 他怎么对我了 我都记得 曹达 熹总 好了 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抱有歉意 别再替他说话 把你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深海的社场 去吧 去工作了 我要打几个电话处理这件事 这项目介绍放在第一条 和第二条是电脑 嗯 还有这两条 也是同样的问题 有事再教我 有事再教我 干嘛呀 工作呢 晚上 下班以后吃个饭呢 行 谢谢 曹达那个人呢 我很清楚地 有点心味就要钻进去 我本来还是想着原计划 跟你们加速推进 但确实让我没想到的是 曹达在抢生意这方面 真的是格外的努力 这么快 就跟珠宝品牌对接 从现在开始 雨果重心各凭本事 未必是先换事情 那我们可就是两个一方了 我虽然吃了你的这顿饭 但是 我是绝不会认输的 师姐 这么快 就要跟我怀疑接线了 嗯 谢谢 你刚才说的没问题 都可以 那我们就各自努力 争取过来 好 还有 哦 随便 一 我也在众星立足 换了新造型 不满意啊 不满意太好了呀 你要是不满意 说明我这身行动换得太成功了 挺好的 这是上班该有的样子 许女士今儿怎么有空想你来请我吃饭了 我知道你对妈妈有成绩 我只想提醒你 胡闹得有个吃的 不要拿大人的视野开玩笑 我说呢 是吧 我说许女士平时这么忙的一个人 怎么就突然有时间要请我吃饭了呢 原来是因为盛海院线的事啊 怎么了 生气了 你别生气啊 生气不行 生气长周文 回头你那都白打了 杨才素平时打多少针呢 你平时跟小马那群狐朋狗友在一起胡闹 我没说过你对吧 但是这次事关盛海和余谷 其中厉害关系你不清楚吗 你是成年人 你该懂事了 我啊 为我自己的公司谈成业务了 我怎么就不同事了呢 我知道我让你去工作你心存怨气 所以你要拿这件事情激我 但你给我记着 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好 又开始了是吧 没完了 你所有的为我好都是你自以为的 你能不能收起你的自以为事啊 没有我你怎么能去重心 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能做成任何事 如果我跟你说 重心是我自己投简历尽的 胜海也是我 凭着我和小马的交情 我凭本人自己谈来的 你信吗 凭什么你的人脉就是资源 我的就是狐朋狗友呢 我让你去重心 是让你积累工作经验 不是让你跟我做对的 你听好了 我现在要跟你做对 我就是要每天跟你把狐朋狗 待在一块 我就是要成为你成功路上的那个半脚石 你现在就是觉得我用我的资源 帮别人谈成事了 你不爽了 你觉得我应该听你的 你觉得我的资源也应该为你所用 您不是在外面一直号称说 一只都是靠自己 从来不靠别人的吗 怎么现在到我这来卖惨求情来了呢 怎么现在就看得上我这帮狐朋狗友了呢 怎么现在就想用我们这帮垃圾了呢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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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